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从台湾回到这个泰国之后 那么第五天居家检疫的过程当中 发病后来确诊 指挥中心没有办法排除 它不是这个国内的台湾的本土个案的个案 因此呢 事情经过一整天 大家还是非常担心 而现在经过一天呢 整个疫调的状况 机关署也做出了最新的说明 来听一下 最近几个礼拜要回泰国家乡 所以它大致上面 应该是会有去采买的这些行程 据我们了解 而且它主要是跟它的这个女朋友一起 那女朋友一起回到泰国去 那所以它的足迹 据我们所知的 因为大部分都还在 是在桃园这边 好 指挥中心 针对这名台籍移工工作的地方呢 也就是桃园新屋的这一家科技厂 那么总共匡列了 现在目前有189个人 那么其中有29名的密切接触者 好 那么都针对他们做了所谓的PCR检测 还有血清抗体的检验 那么目前呢 针对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 29名当中已经有28个人检验出来是阴性 那么另外一名则是在检验中 那么抗体的检测呢 29名当中有27个人 目前也是阴性 那么另外两个人也是在检验当中 好 不过指挥中心不敢大意啊 针对他工厂的另外160名的工作上面的接触者呢 目前也框裂 预计也会进行裁剪 那么最快结果今天晚上就会出路